对于我们来讲 看你的比赛 其实胜利了非常的激动 然后呢 在这些天当中 不断的了解到一些 你过往的事情 更感到 其实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能够保持连续两届的奥运会 都有精彩发挥 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有没有一个 比如说魔咒 第七组出发的魔咒 有没有一个魔咒 比如说第二届奥运会 成绩低谷的魔咒 对于你来讲存在吗 这个运行都有 2002年之后就没有过 同一个选择的运动牌 是吧 速化这个500年 对 那这个事挺有挑战意味的 先完成了一个铜牌接力金牌 我特别希望你再来一个 金牌接力金牌这样一个过程 那就太精彩了 这个故事肯定得好好写一写 还有一个其实 像比如说 骑手的魔咒 因为我们知道 这次你是作为咱们 中国军团的骑手 男骑手出场 过去不管是下教育会 还是东教育会 也有一个骑手魔咒 这个赛前你知道吗 这个非常了解 但是你不相信这些 你觉得自己是可以打破的 对吧 相信这些没用呢 哈哈哈哈 相信这些没用呢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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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